不知道小伙伴们平日里出门是靠着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呢? 应该大部分都是自己开车吧,或者是打车,坐公交之类的。 不过这些只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,明星们出行基本上都是有保姆车的, 不然就是开着自己的豪车,但是今天说的这位之星,就和普通人明星不一样了,周润发居然是坐地铁出行, 说到周润发相信没有人不知道是谁呢? 总之赌陈这个形象,大概只有周润发,可以得到全民的认可了, 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代男神,现在老了,也照样是一个帅大叔。 不过现在的周润发老师已经慢慢的淡出娱乐圈,没有什么新作品了, 直到前段时间参加了鲁豫的一档节目,才再次被关注起。 其实在节目中大家也都可以看出来,周润发是没有任何一点明星价子的, 带着鲁豫前往菜市场买菜什么的, 显然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模样。 不过最让人惊讶的还是周润发的出行方式, 本来以为这样的巨星出门,就算是没有宝啊随身, 总该有一个四人保姆车之类的吧。 但是周润发的出行,其实大部分,都是靠着最普通的交通工具地铁。 是的,你没有听错,周润发坐地铁, 最开始小编很纳闷,就周润发这个名气。 出门坐地铁,真的不会造成为惯吗? 但是在节目中,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那种情况。 看来当地的群众也是习以为常,或者是因为生活太过忙碌, 没有心思关注这些事情了吧。 而且最可爱的是,在节目中周润发一脸骄傲, 都对着鲁豫说,自己在卡里昨天又充了五百多块钱。 哈哈哈哈,五百多块钱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不算少, 但是对于明星们来说,特别是周润发这种剧情。 这么骄傲地说出来,自己冲了五百块钱的墙,是真的很可爱了。 而且很多网友都觉得,周润发真的是和普通人明星不一样啊。 最后周润发还一脸骄傲地抬着头和鲁豫说,自己现在卡里有七百多呢。 是的,就是那种非常骄傲的语气,还加了一句我钱多,是真的很可爱了好吗? 其实以周润发的身价,怕是买下地铁站都没有问题了吧。 但是周润发的生活一直都是非常解解的,这个真的值得很多人学习了,不管怎么说,这些都是周润发的真实生活。 现在的周润发相比于巨星的身份,可能更喜欢平淡的生活吧。 对此,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说的吗?